而随后逐步收窄跌幅并实现翻红,越过3000点整数关口,午后上升力度加大,成交也急剧放量。 最终,上涨终止收于3076.65点,上涨2.70%,深圳城市收于12715.65点,上涨3.40%。 在权重股中,保险、房地产、汽车零涨,电力、煤炭、有色、券商涨幅滞后,非周期性行业中,医药、商业、农业多数出现上涨。 酿酒食品涨幅滞后,反映出来,在三级报披露完毕之后,很显然有较多资金,依据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做出中长线减仓的战略。 因此入市的操作,资金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说今天打盘的直跌,源于A股市场上做多的力量,有重新发挥的作用。 经历了首日大涨的创业板,今天走势低迷。 除疾风农机外,均已跌停开盘,但主板市场走强,缓解了部分股票的跌势。 不过最终,还是跌幅巨大,20只股票已跌停暴收,仅有两只股票出现上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名俄罗斯游客在四川阿坝州的四姑娘山突遇雪崩失踪的消息。 根据参与搜救的有关登山专家表示,因为天气恶劣,登山者已经没有生还的可能,而遗体搜寻的难度也极大。 10月31号下午1点左右,四姑娘山公安分局接到两名俄罗斯游客报警,称他们的两名同伴在四姑娘山长平沟落头风照相时遭遇雪崩被埋,生死不明。 接到报警后,当地先后派出四批搜救队伍前往落头风海拔5100米处的出事地点,但因连续两天的大雪把所有道路深埋,具体方位很难判断。 到2号上午,四批营救人员仍没有到达出事地点。 专家分析,两位失踪者已经被埋五天,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中,生还的可能性为零。 经初不了解,这四名登山者没有向相关部门申报,属于违规登山。 来看楼市的相关报道,眼下在不断攀升的高房价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感同身受的。 对于大多数买不起房的人来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价一天更比一天高。 那么最近明生银行发布了一份中国地产金融蓝皮书,这上面说,截止到今年的9月底,北京楼市的库存房已经跌破了警戒线,也就是说呢,目前北京已经没有多少房子可卖了。 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最近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就在北京城区很多黄金地段,有一些本来应该建住宅楼的地块,一空就是好几年,现在还闲着。 我身后是北京市东三环的长虹桥,这个地方在北京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黄金的地段,住宅楼的价格大约在每平方米三万到五万块钱,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不过就在这样一个黄金地段,我们却发现,有一块地原本是打算建住宅楼的,却一直闲置了多年没有开发。 我想问一下,这里不是有一大块空地吗?这个地是干嘛的呀?